圣经是一部创造及救恩的记录 记载着天主爱的计划 天主创造各式各样让我们惊叹的大自然景象 但是我们的肉眼无法看到这位无形无相的创造者 天父以奥妙的计划派遣了圣子耶稣来到世上 与人一同生活 作为我们与天主之间的桥梁 经由圣子的言谈和行为 启示了天主父的慈悲与全能 在宗徒大事录里 圣保禄说 如果我们寻求天主就可以找到他 他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 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 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 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是我们走向天父的指南针 只要呼求他 他就会为我们指引方向 吴金雄博士认为 真福八端是天国的大宪章 是基督徒走向天国的必经之路 匕首的福音真理 成全生活的清晰方针 这八端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内在核心 以及实践之道 人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而是来自天主白白的恩赐 借着基督 我们来到天父面前 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 而是圣徒的同胞 是天主的家人 恶佛所书中的这句话 是多么令人振奋 我等卑微的人 因为天父的大爱 竟成了天主的家人 跟随耶稣 我们才能归向天父 一旦有疲惫软弱 灰心气馁的诱惑来到 请记得仰望耶稣基督 这位信德的创造者与完成者 请他扶我们一下 拉我们一把 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走完这条 必须经历的生命之路 愿天主的词言光照你 赐你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